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我是希希 在我们农村 独生子女的家庭 到他们老了 是怎样的想法呢 大家跟我了解一下吧 哎呀 你几年半啊 娘娘呢 七十一 七十一啊 这几个孩子啊 一个 一个啊 嗯 没有 鬼女啊 没有 对 像是给你差不多年车的都几个孩子 我给你都三十个 给你都三十个 给你都三十个觉得 你感觉是你拿三十个得好 还是你拿一个得好 一个的你当时这么帅 还是多多年车的是吧 你这一个就和你自己 你觉得有点淡白的话 还是给你差不多年车的你都三十个 还是拿的三十个就好了 对对对 你觉得拿的这么好了 拿的时候拿的 嗯 你找着看哪个看的 哦 过节过年的是吧 都来看看 是不 你这个 一个孩子不难躲 对 也是有点 突然有点肿 你看 你这楼里要是有点毛病了干嘛 那多了一个二十拿钱是不 哪样是吧 看 你要是看那么多了不 都能分难分难是不 眼睛那儿压的 对 你想着大娘 你有时候长相没有 有个贵妞啊 那爸妈照顾着你一点是吧 是 你要想我呗 想我呗 你还羡慕着你当有贵妞的呗 羡慕着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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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的这干 买的嘛 那贵妞给你买的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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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娘你的长相 没贵妞这个 那儿媳妇也当美女 对 二媳妇也给你买是吧 对 一样 像大娘 晚点生活就让你不幸福了 对